3月23日下午,女权组织反对街头性骚扰和华盛顿荡妇游行,共同在中国大使馆正门口组织发起声援女权舞节的抗议活动。 霍利克尔是女权组织反对街头性骚扰的创始人,他说自己一直非常关注中国这五名女权人士被刑拘意识的进展。 他发起这次抗议活动,是响应国际上多个女权组织的号召,希望通过抗议,敦促中国政府释放她们。 性骚扰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,这是对人权的侵犯,没有人应该被关进监狱,我们试图提高人们对她的认知度。 被外界称为女权舞节的李婷婷、韦婷婷、郑楚然、吴蓉蓉和王曼这五位女权人士。 因为计划宣传反对公交性骚扰,在3月12日被北京警方以涉嫌寻性滋事罪刑拘,目前关押在北京海淀看守所。 其中据称身患中度慢性胰肝病的伍蓉蓉,因被迫停药备受关注。 但是霍利克尔说,她相信世界上有许多人都和她一样,在关注着这五名中国女性的命运。 虽然这次抗议活动只有两名抗议者参加。 但是霍利克尔说,她相信世界上有许多人都和她一样,在关注着这五名中国女性的命运。 有许多人告诉我,她们今天不能来,但是她们和我们站在一起,和中国女性站在一起。 所以即便今天来这里抗议的只有很少的人,我知道有许许多多的人都和我们有同样的感受,希望中国政府可以释放他们。 3月21日,香港的多个民间人权团体也组成了抗议活动,从西区警署游行到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。 游行者高举女权无罪,制止性骚扰,安全你我她等标语。 截至目前,中国政府并未对此事给出正面回应。 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,华盛顿报道。